要不要道歉 我剛剛可以道歉 國民黨猛虧我要不要道歉 總預算一天到某回合 要不要跟我道歉 我說我們黨預算 立法院議事簽到處 藍尾柯知恩和綠委賴瑞榮 雙方互不相讓 要求對方道歉 這一炒將近十分鐘 全是為了這件事 賴若修出手板 質疑身為國民黨高雄市黨部主委的 柯知恩發文直指賴瑞榮 阻擋才華法修法 讓賴瑞榮相當不滿 國民黨有沒有提出一個 臺北市直接獨佔三趴的一個條款 柯知恩作為智庫的執行長 執行長就你提出的黨版 你說你不知道 然後提出來之後 被罵的時候你說你反對 禮拜三邀請了陳其邁市長 誰邀請的 誰邀請的先講清楚 誰邀請的 陳醫生說他沒有 誰邀請的 大家回去掉影帶 要讓我黑喔 週三當天在委會邀請縣市官員練習 高雄市長陳其邁還沒發表意見 才華法已經三分鐘就出委員會 雙方從北市獨佔三趴 吵到誰邀請縣市官員練習 曹野為了柴化法爆衝突 過去這段影片也被找了出來 是有臺 蘑菀鏡 蔡世保說我們黨團的版本很狠喔 這個狠是對國家狠 是對人民狠 這就是狼狽為姦的畫面 皇帝思想中央最大 依照藍營版本的才華法 恐怕將嚴重衝擊中央財政 才華法周三出委員會 但朝野攻防戰還在後頭